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你这些年传非议尽本分 被警察抓过好几次 面对一次次抓捕迫害 你都是怎么经历的 这得从我信主耶稣的时候说起来 那时我是家庭教会的一名带领 在此聚会中被警察抓捕 毒打 还把我一个人关在小屋里 折磨了三个月 最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给我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 判我牢教三年 因为我不放弃信心 又被嫁刑八个月 是主的话 嫁给我信心 站立主 一九九一年八月 我刑板释放 不久后我接受了全城谁能漠视做工 七个月后 警察到我家里来抓我 那天晚上十点多 我和妻子正在刻露四哥磁带 忽然听到邻居大声喊 承祥快跑 警察来抓你了 我吓得一手抓着录音机 一手抓着装磁带的包 就急忙往外跑 刚跑出来就听到了警察的脚步声 我就想从玉米接围的墙 钻到我哥家 刚钻进去 就被警察抓的后背给拽了出来 然后强行地把我押送到了县拘留所 家里的一台露音机和试试盘磁带 两个音响都被没收了 到了拘留所 我心想 之前共产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还判我牢脚三年 家庭八个月 那今天收到这些信心的证据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饶过我了 要是再判我几年 我的身体折磨垮了 以后该咋生活呢 心里就有些消沉 这时想到神的话说 不要怕这怕那 万君之全能神必与你同在 他做你们的后队 做盾牌 阿们 是啊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 警察也在神的手中 我能背叛几年 不是他们说了算 而是神命令好的 是 有神做后队 我还怕什么 是 今天我绝不能向他们屈服 我的战斗见证 让撒旦蒙羞 阿们 这时斗鼓掌拍拍我的肩膀说 说吧 这录音机磁带是从哪来的 这次再不说 还得判你三年 那你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我强牙弄火说 你再判我几年 出去了 我还是信神 我这一生就是信神的 是啊 感谢神 这是我们信神的人 该有的心智啊 是啊 我这么一说 都鼓掌无奈地摇摇头 让回监视去了 我看到他 谋修失败的样子 很感谢神 是啊 后来我脚服脱关系 请和送礼 警察拘留了我半个月 还罚了五百块钱 才把我释放 二零零八年六月 我因为信神 又一次被抓捕 那天早上八点钟 我在一所幼儿园门口 等王弟兄 准备和他一起去传福音 大约是二十分钟后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停在不远处 从车里下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 猛地传扬前来 抓住我说 你跑不了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说着就收我 自用车楼里的东西 收出一个笔记本之后 就强行地把我推上车 我心想 看他们是犹备而来 可能我的行踪 早已被他们监视了 要是他们一直跟踪我 那这些天 我跟哪些弟兄姊妹接触 他们肯定是掌握了 一清二楚了 而且啊 他们收走的笔记本里面 还记着一些福音对象 和弟兄姊妹的真实姓名 与联系方式 要是警察顺头摸瓜 找到他们 那该怎么办 想到这我就很担心 默默地向神祷告交托 不一会儿 他们把我带到了拘留所 十点钟以后 又把我送到了公安局 当时十四个警察 神问我 一个警察恶声恶气地说 家是哪的 叫什么名字 东西是谁给你的 说 他一连问了我几遍 我一句话也不说 他恼羞愁地骂道 不说是吧 老子整死你 说着就狠狠地扇了我两耳光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另外三个恶警也开始打我 对我拳打脚踢 抓起我的头发 往墙上撞 我眼冒金星 头痛得像裂开了一样 他们打累了 就让我堆马步 不一会儿 我体力不支 倒在地上 警察恶狠狠地 抓起我的头发 吼道 起来 不起来提示你 说着一脚 把我踢到了一个恶警面前 我还没有直起腰 这人又一脚 把我踢到了 另外一个恶警面前 我就像皮球一样 被他们踢来踢去 这些警察 这样是太行多了 是 他们打累了 就把我 靠在一张椅子腿上 让我跪在地上 我感到浑身 剧烈的疼痛 一直到下午三点 一个警察 打开我的手铐 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看看你 都几十岁的人了 图个啥呀 你何必受这个苦呢 咱们都是同龄人 都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在家 肯定也是个顶梁柱 你只要说了 我们就放你回家 说吧 你在那等谁 是在跟谁接头 要是不说 被我们查出来了 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听他这样一说 我心里有些动用 心想 我不能出卖弟兄姊妹 要不 就把我 现在住的地方 给说了 这样兴许 能少受点皮肉之苦 我正要说 忽然想到神的话说 我民 应实时防备 撒旦的诡计 为我 把守我家中之美 能够互相扶持 彼此供应 免得上了他的圈套 后悔也来不及 阿们 神的话 使我意识到 警察用好听的话 又劝我 就是想让我 出卖弟兄姊妹 这是撒旦的诡计 我一旦说出 住的地方 警察就很容易 顺腾摸挂 找到弟兄姊妹 那不也是 坑害弟兄姊妹吗 是 我已经尝到了 被恶警 折磨的痛苦 怎么能让弟兄姊妹 再受同样的苦呢 领导抓捕迫害 也是神对我的检验 看我能不能 实行出真理 赞助见证 想到这 我不愿意 再体贴自己的肉体 愿意依靠仰望神 赞助见证 阿们 经历逼迫患难 赞助见证 真不是简单的事 得对神有信心 有受苦的心智 还得依靠神 识破撒旦的诡计 才能赞助见证 是 之后 警察又反复 神问我几遍 将我始终不说 就咬牙切切地说 在这你不说 到看守所 把你的皮 冲你的鸡 那里边 都是杀人犯 强奸犯 杀人都有 那时候 把你打残了 别怪我们 没有提醒你 听他一说 我想到 以前在拘留所 和劳教所 所遭受的折磨 我不由得 害怕起来 心想 我要是 再背叛几年 就我这身体 才能招压得住 一想到 要过地狱般的 牢狱生活 我心里 就很消沉 这时 想到神的话说 信心 就是一根独木桥 贪神怕死 难通过 豁出性命 能踏实通行 人有胆怯害怕的意念 正是撒旦的愚弄 怕我们越过 信心的桥梁 进入神里面 阿们 想到 我以前 跟弟兄姊妹交通 信神就得爱神 领导失恋 替对神有信心 可真 领导抓捕迫害 我却贪神怕死 只考虑自身的安慰 也不寻求 怎样满足神的心意 看到自己信神多年 对神 没有真实的信心 没有爱神的心 我信神 连这点苦都受不了 我还是跟随神的人嘛 想到 教会师哥 把爱 与忠心献给神 完成使命 荣耀神 坚决 为神 赞助见证 绝不向 撒旦屈膝 头可断 血可流 殖民骨气 不能丢 神的嘱托 挂心头 定要羞辱 魔鬼撒旦 受苦受难 神预定 致使忠心 顺服神 不让神心 再流泪 不让神心 再担忧 阿们 我在心里 默默地哼唱着 这首诗歌 有了信心 力量 感谢神 我不能怕肉体受苦 不能屈服在 恶经的淫威之下 是 今天 我不能为神做什么 但最起码 我得有良心 是 就是把牢里做穿 我也不能背叛神 不能出卖教会 警察 见我始终不说 就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不说 就等着坐牢吧 说完 起身就走了 当天晚上 他们又把我 押送到了看守所 因着警察的说实 犯人对待我 就像对待仇敌一样 都恶狠狠地看着我 把我的袜子 鞋 腰带 都扔到了厕所里 后来警察 又提声我八次 反复逼问我 教会的信息 我一直没有回答他们 警察就 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再不说 就判你两年 别给你脸 不要脸 看着他 嚣张的样子 想到他们 一次是 抓捕我 迫害我 我心里就 特别愤恨 我坚定地说 你就是判我 二十年 我也没啥好说的 我又没犯法 你们凭什么 给我判刑 是 警察 气得咬牙 切齿地弄吼道 不怕你嘴硬 我让你出不了 这个地方 我不支持你 让别人支持你 听他这样说 我心想 我的命 在神手中 有神主宰 神不许可 你也整不死我 是 我弄死了他说 这就是 人民警察说的话吗 你说出这样的话 更让我看到了 你们仇恶的锥裂 卑鄙的手段 是 他听了 无话可说 又把我押回了监视 感谢神 我们对神有信心了 能豁出命来 撒旦就蒙羞失败了 是 是呀 越是威胁恐吓 我们越开心他的臭恶嘴脸 绝不向他屈服 是 是 在看书所里 我们每天早上 五天起床 吃了饭就干货 给他们砸锡子 每天砸一百五十张 别的犯人 把好的平的材料 都拿走了 剩下烂的 皱的留给我 这五安不成任务 还要挨打挨骂 夜里 还要罚站两个小时的港 晚上睡觉时 头还得对着马桶 错位 把我熏得直恶心 有时 犯人上小便 还会见到我脸上 这难养的环境下 时间久了 我就觉得太酷了 这日子太难熬了 回想 自从我信主开始 共产党就抓捕我 害得我有家难归 妻离子善 今天又被抓到这魔鬼监狱 受尽折磨羞辱 我只是信神 共产党就这样迫害我 真是太邪恶了 是 我越想越愤恨 心里恨透了这个恶魔 也更有了心智 赞助见证 羞辱撒旦 阿们 一个多月后 警察还是没有找到 我信神的证据 就把我释放了 我心里很感谢神 感谢神 2013年1月 我又一次被抓 那天晚上11点多 我和六个弟兄姊妹 正在聚会 听到有人敲门 说姊妹家水管漏水 漏到了楼下 他们又查看一下水管 姊妹心以为真打开门 没想到 警察猛地窜进来 大声吼着说 不许动 我们是公安局的 我一看 来了十多个警察 他们让我们抱着头 蹲在地上 拿着相机对屋里拍照 随后就在屋里到处乱饭 收住了我们的手机 MP5播放器 还有基本神话语书籍 一个警察指着我说 先把这个人带走 说着两个人 就给我带上手铐 连推带拉地 把我押上警车 在路上 警察说 你的行踪电话 都在我们的监控帧内 你是个头 是带领 你在整个市区 可不得了啊 听他这样一说 我不由地打出 心想 他们把我当成带领了 这下 不会轻易放过我了 我就一个句地 跟神祷告 想到神话说 神所说的得胜者 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撒旦的围攻之下 就是在黑暗势力里 人还能站住见证 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 持守对神的忠心 不管怎么样 你还能持守在神面前 真解的心 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 这样 在神面前 就站住见证了 这就是神所说的 得胜者了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信息 不管警察 怎样酷刑折磨我 我得对神有忠心 站住见证 阿们 既然警察把我当成带领了 那我就承担下来 这样 请带领北门的弟兄 或许就能少受下苦 到了派出所 警察就逼问我 家是哪的 从哪来的 来这里干什么 连续问了我几遍 我都不吭声 他恼羞愣地 打声吼道 你再不说 就罪假一等 到牢房 把你的腿打断 你到哪也告不赢 到时候 别怨我们 没有给你做思想工作 不管他 怎样威胁 哄骗 我始终不搭理他 他气呼呼地 把空调 开到了最高温度 让我 站在空调下面 当时 我穿着两件棉衣 为一会儿 惹得满头大半 伸手去紧扣子 警察 恶狠狠地嚷到 不准紧 最后 我惹得浑身湿透 实在受不了 倒在了地上 他们 就把我抬到了 一个长椅上 我躺了一会儿 才慢慢醒过来 第二天晚上 他们就把我押送到了 市看守所 刚进去 一个警察吼到 站好 把衣服全部脱掉 双手抱头 蹲下 站起 连续给我做三十下 寒冬腊雨 让我脱光衣服 一丝不挂 以此来羞辱我 折磨我 我心里啊 特别恼恨 这些警察 真是太邪恶了 是 在关押期间 他们又提醒我四次 最后一次 警察问我 你为啥信了耶稣 又信全能神 你跟我们谈谈 回想 我信神这么多年 虽然做过几次件 没有背叛神 但我 从没有在警察前 见证神 还算不上 刚想想念的见证 这次 我得把神的做工 见证出去 让他们知道 为啥有这么多人信神 是 我坦然地说 我信的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 独一真神 我又给他们谈了 神六千年的 经营计划 神拯救人类的 三不做工 之后 提神员说 中国信仰自由 信耶稣 政府不反对 我说 你们纯属一派胡言 你们对外喊着说 信仰自由 实际上 你们公开抓捕 残酷迫害基督处 你说信耶稣 政府不反对 那尼陀生 就是信主耶稣的 被共产党残害 死在监狱里 李长寿也是信主的 被共产党定为 反革命头目 到处抓捕 走投无路 他才逃亡到国外 这都是铁的事实证据 是 还有 共产党把呼喊派 定为反革命组织 把所有的基督徒 定为反革命分子 大肆抓捕 残酷迫害 多少基督徒 被判刑作践 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因着信神被抓捕 遭受酷刑折磨不说 还判我牢教三年 加刑八个月 出狱后 又被你们三番五次的 抓捕迫害 害了我有家难归 妻离子善 难道 这是共产党的信仰自由吗 对信神的人 你们想抓就抓 想打就打 想羞辱就羞辱 想判就判 多少人 被你们打残打死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宗教信仰自由吗 提证员说 你还挺能说呀 还给我们传结道来了 之后就灰溜溜溜地走了 看着撒旦蒙羞失败的样子 我心里特别高兴 感谢师傅 最后关押了我七十九天 才释放 可释放证上 止血拘留了十五天 释放一个多月后 一个弟兄告诉我 我母亲听说 我在外地又被抓了 为我担心 着急 没几天就去世了 我心里啊 说不出的难受 信神三十多年 共产党一直抓捕 迫害我 母亲深怕我落入 共产党的手里 遭受酷刑折磨 一直为我操心 担惊受怕 可我 都不能在家好好陪陪她 就连她临终 我都没能看上一面 我心里啊 真是恨透了 共产党这个老恶魔 是 后来因着我信神 共产党居然把我 一家三口的户口 都给注销了 到现在还在追捕我 这共产党 真是不给人 留一点活路啊 为了逼我们 放弃信神 连家人都不放过 是啊 真是太可恨 的确是 经历共产党的 一次次抓捕迫害 让我看到 他的实质 就是仇恨神 抵挡神的恶魔 是啊 从心里 彻底与他决定 坚决跟神走到底 阿们 同时 也认识到了 神的做工智慧 神许可 共产党的抓捕迫害领导 是为了让我长分辨 也为了成全我的信心 爱心 是 在我消极软弱时 是神的话语 加给我信心力量 使我在患难中 站立出 对神 有了一些真实的信心 感谢神 对我的爱与拯救 好 感谢神 谢谢 这样的经历 对神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